傳統的宋江鎮熱鬧登場 明華園當家小生孫翠鳳 帶領團員演出新作狹貓 講的是日劇時期 屏東萬單的小混混 林少貓對抗日君的故事 狹貓這齣文學跨界的歌仔戲 它是一個我們定為正港的台客武俠 所以在戲裡面 我們會呈現出台灣民俗裡面的武功 還有陣頭 譬如說宋江鎮 還有客家的流氓犬 我們都會在演出裡面去呈現 在戲裡面 我就是帶著一群孩子們 臉港呼 臉港呼是要讓自己的身體強壯 然後要保衛自己的家園 所以秉持著一個俠 俠的意義就是舍己為人 把台灣史上最具規模的抗日事件 搬上大舞台 新戲還講求新舊傳承 由明華園第三代的陳子豪 扮演林少貓 有別以往 這一次結合現代劇元素 讓傳統歌子戲有了新樣貌 因為我們只是演過那傳統戲 但是傳統戲就像 那個志凱導演說 我們是由外而內 但是現代劇要由內而外 林少貓的故事經由改編 讓觀眾重新回憶 曾有那麼一群人 默默守護台灣的那份感動 大愛新聞 吳伯勳 台北報導 要過年了才買年貨 如果我們上次開貨 就不要進更來 我說